东周列国故事 莫子旧宋 改编 董俱贤 徐干 绘画 王书辉 战国时候 鲁国有一个巧木匠 名叫公书班 公书班修造过诸侯居住的宫殿 也制作过百姓日用的家具 一天 一个使者从南方送来一封信 说是楚王要在潮湖修建离宫 请他去读造 公书班带了莫斗驱使 跟来人去了楚国 楚王很有礼貌地接见了他 但是楚王不提修离宫的事 只是每天叫人陪伴他游览江南山水 过了几天 公书班觉得很无聊 要见楚王 卫士说楚王到东城 看兵士工程演习去了 公书班到了东城 见楚王高坐在看台上 楚王远远地看见了公书班 命卫士去迎接他 公书班见过楚王 楚王请他看兵士演习工程 演习开始了 有84名兵士抬了一架大墓梯 从楚王面前走过 接着又有48名兵士 抬着一架较小的墓梯走过 兵士们吃力地架好第一架墓梯 他们准备用绳子把第二架墓梯接上去 公书班看了 不觉哈哈大笑 笑得手里的茶杯也掉在地上 楚王问公书班 先生为何发笑 公书班说 这种工程的办法太笨了 楚王抓住机会对公书班说 楚国无大才 新的发明只有依靠先生了 公书班说 我可以试试看 从此 公书班便在自己寓所里 研究工程的办法和工具 两个月后 公书班带着一个云梯的模型 来见楚王 楚王用桌子做城墙 要公书班用新制的云梯模型进攻 公书班将云梯一般弄 云梯便靠近桌子了 楚王看了非常高兴 楚王大败沿袭 给公书班庆功 同时要公书班大量制造云梯 准备进攻宋国 消息很快传到了宋国 宋国军民人心惶惶 楚国派来的暗探又乘机造谣说 云梯下面拖着祥云 用不着人搬动 这时候鲁国有个大学者 名叫莫迪 人们尊敬地称他莫子 他和公书班是同乡好友 莫子在街上听见大家纷纷议论 说是楚国请公书班发明了一种新式的战具 叫做云梯 就要进攻宋国了 莫子急匆匆地赶回家 准备带一点干粮到楚国去劝公书班和楚王 不要侵犯宋国 莫子刚走到门口 遇见了已经来找他三四次的一个读书人 他是子下的徒弟公孙高 莫子和客人一同走进屋子 公孙高和气地问道 先生是主张和平不主张开战的吗 莫子说 不错 公孙高说 那么君子就不斗吗 莫子说 是的 公孙高说 猪狗尚且要斗 何况人 莫子乍了起来说 哎 你们这些人 说话是满嘴人意 做事却要学猪狗 可怜可怜 公孙高还要巧遍 莫子冷淡地说 你不懂我的意思 说着便跑到厨房里去了 公孙高很生气 对莫子的学生 庚柱子说 你们呀 讲解爱讲的 连父亲也不认了 真像禽兽一样 说着就走了 莫子叫庚柱子到厨房里 去给他活玉米粉 准备做十多天的干粮 庚柱子问 先生到楚国去吗 莫子说 是的 你也知道了 莫子让庚柱子用水活玉米粉 自己拿伙食和爱荣打了火 莫子一边烧火一边说 我们的老乡公书班 总是靠小聪明兴风作浪 这回又给楚王发明了什么云梯 要用他去打宋国 我想去劝他一下 莫子回到自艺房里 从碧柜里摸出一把咸菜干 和一柄破铜刀 等庚柱子端进蒸熟的窝窝头来 莫子便打好一个包裹 也不带衣服和洗脸手巾 只把腰带紧了紧 莫子穿好草鞋 背上包裹 窝窝头还从包裹里往外冒着热气 他就动身了 莫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庚柱子在后面喊道 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 莫子边走边答道 总得二十来天吧 莫子走进宋国的国界时 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 他觉得脚底直发热 莫子停下来一看 鞋底磨了个大窟窿 脚上有些地方起了茧 有些地方起了泡 他毫不在意 仍然向前走 沿路看到宋国人口不少 可历年水灾和冰灾的痕迹 也随处可见 到了都城 他看到城墙也很破旧 但有几处贴了新石头 护城沟边有烂泥堆 像是刚有人逃绝过 莫子想 他们可能已经听到消息了 莫子进城去 顺着中央的一条街 一直向南走 城里面也很萧条 店铺虽然都开着 但并不见买主 店铺里也没有什么好的货色 街道上满是厚厚的尘土 莫子想 破落成这模样了 还要来进攻他 等他望见南关的城楼时 才看见街角上聚着十多个人 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故事 当莫子走近时 只见那人在空中挥着手 打叫道 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 这人是莫子的学生曹公子 他还在大叫 我们都去死 莫子也不招呼他 匆匆出了难关 他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 才在一个农家的屋檐下歇下来 天亮以后 他又继续赶路 草鞋已经碎成片 穿不住了 他只好撕下一块衣巾 把脚包上 这天下午 莫子正在树下歇脚 忽见远处一个大汉 推着很重的小车 向这边走来 那大汉到了莫子跟前 停下车子 叫了生先生 莫子一看 是自己的学生管钱熬 车上装的是防云梯用的沙子 莫子问 别的准备的怎么样 管钱熬说 已经募集了麻灰铁 不过难得狠 有的不肯 看的没有 还是讲工话的多 有些商人还只想逃 管钱熬还说 莫子的另一个学生 秦华李 刚实验过连珠剑 现在又到西关外 看地视剧了 管钱熬问莫子 有没有把握劝主公书班 莫子说 他听不听我的话 还很难预料 你们仍然要加紧准备 不要只盼望口舌的成功 莫子到了楚国的影城 这里可不像宋国 街道宽阔 房屋也非常整齐 大店铺里陈列着许多好东西 雪白的麻布 通红的辣椒 辣黄的鹿皮 肥大的莲子 满眼是商业发达的气象 莫子走到一家木匠店 去打听公书班的住址 店主人一听 便指点他怎么走法 莫子召店主人的指点 来到一家大门口 那门上定着一块南木牌子 牌子上面刻着六个大字 鲁国公书班语 莫子拍了几下红铜门环 不料出来的看门人凶得很 他一听莫子说 是他主人的同乡 就说 先生不见客 你们同乡来求他帮助的太多了 说完就把门关上了 看门人进去后 又觉得莫子虽然像个讨饭的 气度却不像普通来借钱的人 最后还是去禀告了主人 公书班一听说来人三十多岁 高个子 面孔默黑 就叫起来 哎呀 那一定是莫迪了 丢下驱逝就往外跑 看门人赶紧跑到前面开门 公书班一看 果然是莫子 连忙把他让进院里 莫子说 北方有个人侮辱了我 我想请你去杀掉他 公书班听了有些不高兴 莫子又说 我送你一点钱 这句话可是公书班忍不住发怒了 公书班说 我讲仁义 不杀人的 莫子就拜了两拜说 好极了 你讲仁义 不杀一个人 却要去杀掉许多宋国人 这又怎么个讲法呢 到了屋里 莫子看见桌子上摆着的云梯模型 就指着问公书班 你就凭着这个在外国发财吗 公书班历时满脸通红 羞惭地说 我们手艺人 哪里不是吃饭 莫子叹口气说 可是老百姓却因为你 连水都要喝不上了 公书班拿起云梯模型 这总算有史以来的一件新发明啊 莫子夺过云梯模型 严厉地说 你知道楚王要用这东西去攻打宋国吗 公书班望着屋顶 过了半天才说 我们手艺人只知道干活吃饭 管他去进攻谁呢 莫子拉着公书班的手说 我们鲁国有一个做大饼的师傅 他只管成天做大饼 却不提防有人在他的大饼中夹进了披霜 公书班吃惊地问 那么你知道我们家里的人买过这大饼吗 莫子说 自从你在楚国发财 你们家的人是不在街上买大饼了 可是其他很多买大饼的人却中了毒 公书班恍然大悟 说 那么我便是那个只顾埋头做大饼的人了 莫子补充说 楚王在你的大饼里夹进了皮霜 莫子劝公书班 歇手不再干这杀人的勾当 公书班恐怕楚王不肯改变主意 莫子就说 你带我去见楚王 公书班要莫子吃了饭再去 莫子不肯 公书班知道拗不过他 就从房里拿出一套衣裳和鞋子来 公书班说 这里什么都讲过气 请先生换一下衣裳 莫子说 可以可以 其实我也并非爱穿破衣 只因为实在没有功夫 说着就马上换了 楚王早知道莫子是北方的大贤 经公书班禀告 立刻接见 莫子穿着太短的衣服 像个高脚路斯式的跟公书班走到便店里 大家坐下后 莫子便向楚王说了一个比喻 他说 有一个人不要叫车 却想偷邻居的破车 不要绸缎 却想偷邻居的粗布 不要米肉 却想偷邻居的康窝窝 接着 他又走到地图前面 对楚王说 楚国方圆五千里 宋国只有五百里 这就像轿车和破车子 莫子接着说 楚国物产丰富 宋国却地极民贫 这就像绸缎米肉和粗布 抗窝窝 所以 楚国公宋 恰像一个富人去偷窃贫穷的邻居 楚王说 你的话也有道理 不过云梯已经造好 总得用用才是 莫子说 你用云梯也不一定能打胜仗 不信就拿些木片来 我们在这里试试看 楚王当即教士臣拿来木片 莫子解下自己的腰带 弯作弧形 向着公书斑 算是成 把木片分一份给公书斑 算是公和守的器具 莫子和公书斑 各拿着木片 像下棋一般 开始斗起来了 公的木片一进 守的就一架 这边一退 那边就一招 一共进退九回 公书斑歇手了 莫子又把皮带的弧形 改向了自己 好像这回是由他来进攻 也还是一进一退地招架着 到第三回 莫子的木片就攻进了腰带的弧线里面了 楚王看出公书斑失败了 就生气地说 算了算了 我可有办法赢他的 他心想只要把莫子杀掉就好了 莫子也完全懂得楚王这句话的意思 莫子对楚王说 你以为杀掉我 宋国就没有人能守吗 你想错了 我的三百个学生和宋国的老百姓早已学会了我的战术 他们早已准备好了在宋城上等候敌人 你就是杀掉我 也还是攻不下宋国的 楚王见莫子猜透了他的心思 知道进攻宋国的计划很难实现 就对莫子说 请你不要多心 我不过说说笑话 好吧 我决定不攻打宋国了 莫子因为要还公书斑的衣裳 就回到公书斑的寓所里 公书斑请他吃饭 准备了鱼肉和酒 还有家乡的大饼和大葱 公书斑一边喝酒 一边高兴地说 你没有来的时候 我真的想用云梯去攻打宋国 听了你的主张以后 即使把宋国白送给我 我也不要了 莫子说 那我倒真的把宋国送给你了 也为你做了好事 不但宋国的百姓感谢你 连天下的人也感谢你了 公书斑说 你的主张固然好 可是你几乎把我的饭碗打碎了 莫子说 这总比打碎所有送过人的饭碗好些 公书斑从里屋拿出一只木头 和竹片做的喜鹊说 我以后只好做玩具了 这东西只要一开 可以飞三天 你看好吗 莫子说 造玩具也好 但是不如造车轮 削三寸木头 就可以再种五十蛋 有利于人民的 就是好 不利于人民的 就是不好 莫子走了以后 公书斑便把造成的战举模型 丢到箱子里去了 他收拾行李 准备辞别 楚王回北方去 从此以后 公书斑专心研究发明 对人们有用的木器与建筑 成为出名的木工组师 人称鲁班 直到今天 中国的木工还在纪念的 莫子在回家的路上 又经过送过 他看见城外戒备森严 许多人还在挖掘壕沟 做一切防备工作 莫子找到秦华里 管前敖和曹公子 对他们说 你们准备的对 因为楚王的野心 还不会死 有抵抗的力量 才能制止野心家的侵略 感谢观看